想要離開的念頭就會像幽魂一樣 有時候三不五時就會飄現出來 因為會想念家人 想念親近的朋友 在樓下拍一頭很艱苦 看到四大人天不穿就在樓下 做到看不到十分 大飯店都不吃了 也不做 一般四大人都會想說 我煮油就煮不好吃 為什麼要再走油漆 他會不會煮油漆 怎麼可能蒸起來 只要我們太太幫他支持 你對這塊土地付出多少 他就會回報給你多少 做屋都會最真實的反應給你 我覺得土地就跟空氣 就跟陽光 就跟水一樣重要 人跟土地的關係就是人與整個大自然的關係 我們在大自然裡面是不可以被分割的 所以我們想要 人類想要在地球上生活的好 我們就要照顧整個環境 她是趙麗雅 台大植物科學研究所畢業 喜歡自由自在的鄉村生活 老家在台中 原來在南投從事與農業相關的工作 半年多前被花蓮豐田地區的平原景色吸引 決定在這裡租地種田 我的夢想是覺得人應該要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那我覺得對我而言自由自在的生活 就是生活在鄉村裡 那我不一定要擁有自己的地 我覺得我不一定要擁有自己的地 可是我的夢想是我要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然後自由自在的生活之外當然 同時要能夠對社會有貢獻 就是生產健康安全的糧食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農業與鄉村的美好 一大清早 趙麗雅就按著規劃好的工作行程下田 今天是割草 她在七點前 要一一將這些基礎的農務工作完成 阿翔 八點了 花椰 完成了割草工作 趙麗雅回到家中 八點的時候 她要叫醒工作夥伴王彥堂 由她接去比較粗重的田間工作 阿翔 你今天早上的工作是要去弄中原地嗎 對 必須 必須 沒調查了嗎 好 等下去 買了嗎 還沒 對 對 對 王彥堂 今年二十七歲 森林學系畢業 父親是醫生 但王彥堂並不戀戰 安穩優渥的生活 她選擇到花蓮務農 外形精實的她喜歡養足精神 然後用飽滿的力氣去耕耘她的田地 我不睡飽 不想工作 沒有體力工作 這麼晚才出來田地不會更累 我不怕曬太陽 我覺得曬太陽還蠻舒服的 說實在 對啦 那如果真的 其實工作總是會有一個進度 做完的話就可以啦 不會說怕太陽 然後怕太累 怕太熱 我寧可晚上睡飽一點 然後體力養足了 然後一次把我要做的進度做到定位 這樣子我會比較安心 那當然如果需要兩個人共同完成 比方說像施肥 可能一次量比較大的時候 當然是需要同時出現 那當然我就會配合早起 對那就是 硬著頭皮也會起來 那可能就是前天早點睡 對我會調整做洗時間 這一台是中根管理機 主要功能有中根除草 培土都靠這一台 對於我們面積不大來說 這台是非常方便的 他也可以拿來剝蟲 剝蟲使用 所謂的工作都是把自己 需要你的這份力量的地方 放在一個最適合的地方 對那哪個產業需要我 農業一定需要人力 那我有人力 那我想要自由 我想要做農 所以我就過來這邊試試看 花蓮地區目前聚集了一些青年農夫 他們透過組織來互相幫助 王彥堂和趙麗雅 就是在組織聚會中認識的 初來乍到的王彥堂 只有熱情沒有經驗 而趙麗雅已心悟農了七年 經過兩個多月的互相瞭解 兩人決定成為互助合作的夥伴 那農業一定需要人力 而且農業很缺的 最缺的就是人力 跟年輕的心血 對 都是年輕人 但是年輕人不會種田 所以過來這邊之後 還是要找合作方向 所以我還是會在網路上 找一些前輩的資源 或者是願意交的人 我們兩個是到花蓮這邊才認識的 進而透過共同的朋友 共同的友人 才進而互相認識的 然後後來我們也是談了 大概兩個月到三個月 才決定要合作 我跟阿雅目前算是 密切合作的夥伴 以我來說好了 我是農業的新手 對 叫我獨立完成 某些作物的栽種 我可能完全沒辦法 對 甚至沒辦法收成 可能一定忙不過來 對 那阿雅他畢竟 在山上有七年的經驗 至少他對作物是比較熟悉的 比我熟悉的 對 那我的優勢就是 畢竟我力氣比較大一點 他可能沒辦法獨立操作 重型機具 或者是像我們的中根機 像一些鋤頭 一些挖水溝之類的出火 對 那我們可以互補的部分 就盡量互補 農田的工作裡面 勞力的部分是非常大的 而且因為就是我自己身體 也有一些受傷 所以沒有辦法做很吃力的工作 然後彥堂也非常提諒我 然後麗的部分 他就是負了很大的心力在做 照麗雅與王彥堂 在花蓮受風箱的風山村租田耕種 當地居民習慣把風山 風里 風平等三個村落 並稱為風田地區 這裡是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間的 臥野平原 近年來因為農業沒落 原來複數的農村景象已不復健 許多農地休耕 長滿雜草 幸好天然環境優越 現在成為許多友善耕種的小農聚集地 我們一開始 我們找的土地都是休耕地 對 然後找到休耕地的話 就是他已經不耕作很久的一段時間 可能四年 五年 甚至更長 那就是長時間沒有使用化學肥料跟農藥了 那這個地方 草地裡面本來就有很多昆蟲 或是鳥類固定會來這邊祕食 所以我們找的目標都是以休耕地為主 真的就像你對這塊土地付出多少 它就會回報給你多少 像你肥料的施放 種子的密度 跟你施作的模式 還有你的勤勞程度 或是你拔草 跟你的施作項目 對 大概都有 大概都有直接的影響 做物都會最真實的反應給你 好久ですね 對 我讓你來看 好久的一段時間 搶好久的位置 齊 MUSIC 就像夜間 雖然來人的人 我記得 ientes 有藍衛的聲音 我們在路上 走 全是不一段時間 在路上 在路上 完美 上 好 激烈 flowers 来 这位正在喂养的农夫是叶炳达 世代都居住在丰田地区 年轻时是汽车机电黑手 十多年前才开始务农 一开始他用惯形农法 后来转型有机耕作 到处学习 累积了丰富的耕种经验 我以前是想在车 有兵一回来就开始开店 在途中摆在头很艰苦 看到四大人 天没转就在途中 做到看不到十分钟 大饭都没吃了也没做 然后是 我妈身体不好 刚才过我妈再把店收起来 过我妈的时候也没聊在家 慢慢就开始 那时候还是转油让我们 机耕埔的 就一让我们过世大人 一让我们落途 开始接触农业 开始在过我妈 我们种东西 再让我们体会到 还有感觉就说 作物这样种下去 看它 坐着地址落在房间 慢慢成长 两片叶子开始慢慢 哇 看到你呜呜呜 它的叶子有生长力了 然后开发结果 生病才开始好 才会开始又慢慢接触到农业 开始才对农业有兴趣 一直整整到买了 觉得身体不好 全都在我中够在一边 买了才开始 竟然有机的 虽然是为了健康转重有机 但在传统农业观念下 还是遭到了父母长辈们的反对 幸好有太太的支持 让她可以排除众意 转型成功 我刚刚要选幽基的时候 家庭没赞成 因为感觉说 这么多人 不是只有我们家的人而已 那人幽基的很少 很少很少 几乎听不到啦 如果有 也只能听到一个人 那人有在装幽基的 这样而已 幽基的一般是大人 有人想说 我串药就装不好吃 是怎样又怕幽基 没有串药 怎样有可能装会起来 一般的老人家会这样想 因为他们以前的那个 农业社会就是这样 感觉我们太太跟他支持 因为他看得很远 以后的趋势就是会往有机 他也看得到 我串药中毒那一遍 他说这样对身体也不好 对这些头状国防民好 自己第一个接触的 就是农民在喷农药嘛 第一个接触 陆着你自己拌下去 你自己就中毒了 你又种出来的东西 还要让社会者吃 这对农生也没得过啦 叶炳达做有机的理念 是打造一个 自给自足的循环农场 他吸收改良 农业教授讲述的 德国经验 在农场里养了上百头羊 透过羊的排泄物制作有机肥 这种肥料可以提供瓜果 牧草需要的甲肥 互相循环供养 这里还以为 因为我常常去看 一些教授 什么 在公克 他们就是去看 去德国 之前我们来 縣萍包 让我们看到 然后 他们那边的有机是 农场自给自主 没有在外面买肥料的 牠們有的有 牽豬 牽牛 牽雞都有 所以說我去看了 我就想說 自己農場來牽東西也不錯 因為牠的 最重要的比較沒睡 因為我們自己牽牠 牠都吃草 草木灰本來就是 吃皮很高 放在植物上 牠會催田的作用 這邊這個是從裡面剛拿出來 剛才拿出來 所以蓋上 這個有變過了 這邊的 又變得更多 辛苦耕耘十多年 葉餅達一步一步達成了 作物 生物 生態的連結 農場中 除了有牧民前來的參訪人群外 還有許多年輕農夫 牠是這些小農的最佳諮詢師 貽雞 除了 雞肉 那兒 有 возмож 雞肉 滅 草 雞肉 倭 雞肉 維 雞肉 有 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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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來清這個圓 幾個人 二四 一人一行 這個鋸很簡單 從這邊鋸 連頭起來 不用鋸得很深 土的表面表皮 一個人一行 趙莉亞與王彥堂 就是常來向葉秉達取經的小農之一 帶著幾個工作夥伴幫忙整理溫室裡的雜草 一邊工作一邊請教 農業本來就是一種做中學的學問 爹大哥那邊有時候需要幫忙 我們就會過來換工 當然我們也是來換工的 因為葉大哥平常也很照顧我們 所以葉大哥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們就會排時間過來 葉大哥這邊有很多技術 也不能說是換工 我們有部分是來拜師學藝的 正確來說也是有成分存在 小農要互相幫忙 一方面像這樣來這邊幫忙的時候 也可以談到一面工作一面談到技術 怎麼整支怎麼管理施肥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 集在一起的時候就可以講了 不一定說一定要坐在板凳 還是在桌子上就可以再談 有時候要到農田裡面 實際的事情實際的這樣看實際的講 最清楚最了解 吸收的比較快 有空我就過去他們那邊幫忙 他們有空就過來幫忙 這樣是很好 這邊是種玉米 用種根機去播種的 很直耶 怎麼看到這麼直的玉米田 因為播種機 播種機它可以調整 把那個什麼化現器固定好它 你跟著那化現器走就很直了 這種水果玉米這樣的間機是最剛好 它的枕株會很粗 種的苔蜜陽光各方面會不足 就很細 長的果實也會比較小 葉大哥這是什麼玉米 這是飼料玉米 飼料玉米 因為冬季牧草長得很慢 要種一些玉米給養吃 沒有草食動物會不夠 這個距離大概是快40公分耶 這個種子就沒有下去了 少了一顆種子 所以大概是20幾公分 這個是我剛下田的時候 剛調整那個播種機 沒有調好 大部分大部分說 20多公分到30公分 剛好台尺一尺 一尺30公分 大概種多久可以採收給楊妹妹是 冬季大概要三個月三個多月 所有的一米都差不多 有機農業是發心的工作 但能體會到農夫用心的人不多 葉秉達希望這些懷抱熱情的年輕人 能減少一些挫折 所以毫不吝惜地分享他的經驗 少一點辛苦 多一點希望傳承才能延續 葉秉達大哥就是非常的鼓勵我們 就是我們隨時去 他就是敞開大門歡迎我們 讓我們覺得 自己不會跟這個地方格格不入 那他給的建議 都都是非常務實的 而且是有機方面的建議 年輕人想從事農業 我都很樂意教他們 因為我從完全都不懂 從汽車開始轉到 那個有機農業方面 很辛苦走 所以我說我所得到的 各方面 慢慢走到這裡 我盡量快放出給他們 讓他們審刀 可以審刀 可以審刀說 之前我走到那邊 那邊 我現在說 知道讓他們之後 他們就不用從頭開始摸索 他們可以再 往更深一層去研究 去種更好的東西 這兩個年輕人 對農業方面 有那個心 他很愛這塊土地 所以我說我很樂意教他們 這兩個 不錯 對農業方面 他的思想各方面很好 我會盡量幫忙他們 讓他們快點上這個軌道 不用再走進去那種網紅路 他們對農業很愛 對這塊土地他很熱愛 我才會全部給他放給他們 王彥堂和趙麗雅的農田中 種植了玉米 秋葵 洛神花 毛豆等作物 其中以超田玉米佔最大宗 超田玉米一年可以三收 一二月是春作 五到七月是夏作 現在屬於十月到十一月的秋作 有機耕種最怕蟲害 前兩期的收成 就是受到蟲害及颱風的影響 可以說是全軍覆沒 剛好啊 鴨童對玉米有影響嗎 真的要吧 他吸之而已 剛剛有一個機器嗎 沒有 我們都有看 都抓得刚刚好 这只应该是宗丝 然后现在这只是若虫 就是小时候的样子 然后它是一种不完全变态的昆虫 等它脱皮过几次以后变成成虫 它的翅膀长度应该会比现在还要来的长 因为现在翅膀的比例跟它身体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所以这只应该是小孩子 简单的来讲应该就是生态风物 因为我们这边不止有虫也会有鸟 我们进来的时候 几乎每天都会有鸟从里面飞出来 因为我们是做有机的栽培 所以我们会保留 除了自己的作物之外 其他的生物也可以一起生活在里面 收成多少会受到一点影响 可是这是必要的损失 长期跟昆虫周旋 赵丽雅跟它们已经熟得像朋友 损失两期的收获 就当做是请客 而现在这珍贵的第三批收成就给人类享用了 仔细的品管一番 没问题的才能送到消费者手上 现在其实就包含了品质的管理 玉米品质的管理 采收后我们除了分装之外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帮客人 把品质稍微顾一下 这样子啊 这样它放到我们纸巷里面会占体积 而且有赖于葱树的嫌疑 就会把它去掉 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有虫的啦 我们基本上都严格挑掉啦 都指出基本上连虫洞咬的都没有 一个洞都没有的 就是比较完整的 完美无缺的才给客人吧 你还没打电话啊 正常就是四点前要 到十五金过了啦 已经到十八台金了 行生代农夫与传统老农不同 像赵里亚和王彦堂 他们选择直接面对消费者 虽然远在东部的田野中耕种 但拜现代网路运输通路之次 沟通没有距离 他们的务农方式也是新观念 农夫变成是田间的管理者 照管田园与作物 透过友善土地安全粮食的理念 还可以号召志工前来帮忙 嗨 应该就是你吧 不会啊 刚到而已 你是台北来的嘛 对 我们是合伙人 在这边一起做青鸟农场的经营 好 没关系我们就上车吧 好 边走边聊 一大早 东部干线的铁路运输 就帮着这里的年轻小农 补充生力军 这位从台北来的女孩叫黄新玉 25岁的青春年纪 为了训练自己的吃苦能力 与思考深度 所以暂时离开台北 到赵丽雅和王彦堂的农园中 打工换宿 陈志铭 陈志铭与任志平 是这里的打工换宿农夫 陈志铭来了一个星期左右 他是王彦堂的大学同学 家住南投 父母亲都在种茶 他的志向是从事农业 但家中的茶园 如果多一个务农人口 平均收入就会降低 不服效益 只好先到外面的农场 学习经验与找寻机会 跟想象中是一样的 对 我是想说如果做得下去 才有办法走得下去 所以就是先来体验看看这样 对啊 就考虑跟他们一起做 这样就好了 对啊 要想清楚啊 一进来就出不去了 你好 阿雅的话 因为她跟我同心做吧 就是四手做的人 就是看到都白痴白痴耶 白痴耶 白痴耶 就是很容易被人家讲说 白痴白痴耶 你没有很正经 你只有在对到田里面的事才正经 好 已经跟赵丽雅很熟的 幻塑农夫叫任志平 她已经在农场里待了一个多月 她家在台中开早餐店 但是因为不喜欢早起 所以决定先跳脱家里的工作束缚 到花莲打工换宿 但经过土地的洗礼之后 反而喜欢上这种单纯的务农生活 务农就是 老心老累的事情 我真的 对 本身就 因为我本身还蛮难早起的 所以要早起很难 对啊 可是务农就每天要 七早八早爬起来 我真的 杀了我 四十钟 每天六点要起床 没问题 你起来 你起来 起不来 起不来 不是摇她 起不来 可是又不能打她这边 玉米看起来没有很熟 可能要再五分钟吧 很转色 任志平有厨艺症兆 所以除了夏天之外 她的工作还包含 照顾大家的肚子 赵里亚都昵称她为小当家 他们一定会将自家的蔬菜 纳入菜单内 一天浓忙之后 吃着自己努力得来的收成 虽然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但大家的心里 还是喜悦又踏实 我怕是不是没熟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让你给你 然后买 乱乱 那我就是有了 知道吗 你是有了吗 整粒乳 没有最下面的应该是熟 锅边的应该可以 那不是整粒乳 我今天柴的玉米醇怎么样 很甜 很甜 是不是 但是有一股炒味 为什么 不够熟吗 不够熟吗 那很嫩啊 那好吃 那这是菜的味道 因为你喜欢吃沾酱的吧 明天下午 地瓜我们什么时候要挖 对哦 那不然明天下午挖地瓜好了 下午挖地瓜 好 你那边前天 昨天寄出的玉米 有没有什么回应 过来啊 包装拆 包装里面少一袋 少一袋 2斤的有一个少一袋 2斤的有一个少一袋 那其实我明天补给他 我有办事做了 那这样子 以后是不是要做大包缺乳的工作啊 例如说一个人数完之后 另外一个人要再数一次 可能没有办法做那道工吧 可能就 装箱的时候 点清楚就可以了吧 上市发了 那么多个名片 赞也没多几个 有啦 有比较多啦 破500了 有破500吗 破500了啊 很早就破500了 真的耶 是不是 嗯 啊那个封片还要弄吗 封片 我觉得要使用前 两三天再买就好了 因为我今天用完最后的了 好 OK 你找 使用期限只有一个月啊 你现在码延了 礼拜后才要用 那变成使用期限只剩半个月 好 封片我再提醒你 嗯 晚餐过后 赵丽雅与王彦堂 就忙着讨论明天的工作事项了 对于田间管理员而言 规划分工 互助执行 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在定位上 才不会浪费人力 毕竟自助才有互助 互助才能得到天助 讨论完成后 对赵丽雅来说 明天又是新的开始 当然叫醒王彦堂这位工作伙伴 还是重要工作之一 来 小王要上工了喔 穿雨鞋比较好 比较安全 大清早 叶炳达和身旁的这位年轻人 俐落地换上雨鞋 准备要上工了 他叫做王爵 今年28岁 之前因为在法国的农场里 打工换宿了将近一年 对有机农业产生了兴趣 回到台湾后 想要找田地生耕有机 于是透过朋友 到叶炳达的农场 实习与探路 我先开到外面再来 我先用驾头一双 电视双给你操作 好 我先看你 啊 你看一下我怎么吃 两双 這件事的作用就是 你把它放下去之後 你現在走過頭一爪 第二爪它把你刷好 你就照那條線都不會刷 所以頭一爪一定要刷 頭一爪要刷 頭一爪你要刷一刷 只好牽一條線 從那個田梗那一邊 到這個田梗這一邊 你旁邊的田梗要多寬 你整個都扭好來 刷好後 田已經打好鬆鬆的 你就用這樣用左的 用腳去打那條線 就有一條線了 繩子再縮走 你開始中耕機就跟著腳印一直走 就開始了 王爵的第一堂課 就是跟葉秉達學習駕駛中耕機 這是農業入門 挖鉤做棋整地除草 都要靠它 是務農的基礎 工夫好可以省下不少力氣 作物也可以長得安穩 好 這真的是要知道那些味道 一定要吃光 對 不然不知道怎麼刷 你想要刷去 從這邊就不聽你的話 對 這就是布里亞當 所以說要吃光 這樣鞋也是鞋得滿快 很快 前幾天我這個現實真好 因為前幾天機器他知道怎麼去操作 就沒問題了 以外可以拿去拿去拿去 要靠自己的經驗 葉秉達的這台中耕機 可是經過他精心改裝過的 他年輕時是汽車機電黑手 對於機械原理相當了解 所以不管是農機維修 還是溫室搭建都難不倒他 甚至可以加些改良 除了讓耕種更容易 還可以節省人力與開銷 好 這隻這麼大隻 對啊 我不能把這個 好 要做好 好 要搬好嗎 先去 好 好 好 這隻特別開銷 對 特別開銷 這台是耕耕機的外殼 把整台耕耕機 外殼全部拆掉 現在去改裝 因為有這部車子 人力可以省很多 以前自己用割的 三十頭會養 割就要割一早上 現在一百多頭 這個差不多五分鐘就太多了 減少人力 熱情是讓人用心投入工作的最大原因 王爵來到葉秉達的農場 除了學習到耕種技巧外 另外就是感受到了他對務農的熱情 這是給年輕農夫最佳的學習身影 因為葉大哥自己是一個人 一個人他更精彩 更像我 這個很像我 最好的做這個一定要有熱情 不然你沒辦法投入 對 它很快就會放棄 所以應該有熱情 才可以全新來的 田 是人 土地與作物間 細密交織出的農業地景 葉秉達的農場 經過他十幾年來的友善對待 不但讓土壤變得肥沃 也讓農場的生態變得豐富 白天會有各種鳥類蒞臨 而到了晚上 更有悅耳自然的田園交響曲 陪伴他入睡 就是我們的毛豆 我們的毛豆種子 它現在太陽曬過之後 它就變得很乾燥 然後就會脆脆的 然後這時候我們用竹竿把它打 就可以順利的把它的種子打出來 我們現在先不要打 先把它稍微有點堆起來 堆得有點膨 對 然後這樣一磅打下去 可以打到最多種子 也可以用腳踢就好了 不要用手 因為那個毛屑很多 像這樣子稍微高高的 就可以開始打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把它放中間一點點的時候 然後我們打下去 豆子會四處亂噴 才不會噴太遠 就是噴遠了 我們的種子就浪費掉了 一般可以做毛豆的品種是黃豆跟茶豆 黃豆就是黃色的種皮 茶豆就是咖啡色的種皮 朝見茶秧女 目見茶秧女 雨淋不知寒 日治不知暑 這是清朝文人陳文樹 描寫女性勿農所作的詩 最後四句 強保至稻旁 有兒不暇辱 史性盤中孫 歷歷皆辛苦 現代人比起古人 可能更不知道盤中食物得來的甘苦 趙莉雅這位現代茶秧女 今天帶著換工農夫們打毛豆 希望她們能從流種開始 了解種作物的辛苦 這三位都是我們打工換素的朋友 那我們現在做的動作是要把 我們毛豆的種子打出來 毛豆現在已經充分曬乾了 然後把種子打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自己流種 然後自己流的種子 會比較適應這邊的風土環境 那就是讓打工換素的人 就可以體驗我們農作的事情 然後還有它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都會跟他講 像這個動作背後的意義 就是自行流種 自行流種對農民而言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做打工換素 另外一個想法是希望人們 知道食物怎麼被生產出來 包括知道食物的樣貌 還有食物不是那麼簡單 那麼容易的事情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更加珍惜糧食 打完了毛豆接著是田間除草 除草很費勁 但這也是跟土地間最親近的一刻 農夫與土地間的對話 常在這個時刻展開 其實我是因為送了一份工作主管的一句話 就是他就說 他覺得我做事情 只是會看事情的最表面 就像一個農產品 你可能可以買它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農產品會那麼貴 你可能覺得只是包裝 可是我來這邊之後 我覺得好像不只是因為他包裝的很漂亮 而是後面農夫這邊辛苦 什麼都包含在裡面 因為就是我有朋友是在澳洲去打工換素 所以我以為是國外的 所以就找著找著 然後就找到花蓮的 然後我就來這裡了 然後打工換素是因為想說 就可以認識更多人 然後就會有更多的故事靈感 謝謝你 我覺得吃飯的時候好幸福 以前都不會 一吃飯就覺得 耶 是很辛苦回來的 很有成就感 這些換素農夫 來的目的或許各不相同 土地也大方地讓他們各取所需 而來這裡幾天的黃新玉 已經習慣了農家做席 今天他更是使姓盤中孫 粒粒皆辛苦 阿雅有在嗎 阿雅有在嗎 阿雅剛出門 阿雅剛出門 抱歉我要跟他拿那個 就是玉米跟我有訂秋葵 那可能是剛剛去幫你摘吧 對 因為他剛剛出門而已 真的喔 所以我可能要去提你找到這樣子 好 那我跟妳一起去 好 走走 走吧 嗨 阿雅 吃了東西都 哇 吃得到啦 什麼 可以開好了嗎 抱歉 還下一期 等一下下個工作 你還一起踩拔 有工具 工具在前面拿刀子 幫忙踩 前面有刀子 拿刀子 我這裡還有一把 請 薛惠芳是趙麗雅的老同事 她非常支持永續農業 友善土地的理念 所以時常到趙麗雅的農場 以行動來表示支持 她那時候決定要下山的時候 就覺得好羡慕她這樣子 毅然決然這樣 決定下到平地啦 還租了地 然後來開始種田 當農夫這樣子 那阿雅又是我很認識的朋友 那就下來幫她忙 那其實我在下來之前 沒有想說可以幫到她忙 只是說去跟她打個招呼 我就看到她就滿屋子的毛痘 然後就一堆人在幫忙剝毛痘 很像那個家庭代工 然後我就連行李都還沒放 我就先去他們家剝毛痘 我說哎呀 我先去找我的房子 住在哪裡 我先找到我再去再來幫她 那一個禮拜就每天晚上 都去那邊幫忙剝毛痘 然後我覺得那感覺就是 我想要的生活 薛惠芳不只是以行動實踐 她還幫忙行銷推廣 偶爾她會把消費者帶來農園體驗 土地因友善耕作而產生的良善循環 然後就牽涉掉一片葉子沒有關係 然後就牽涉一片葉子沒有關係 葉子留...葉子如果可以留著也OK 嗯 然後我們馬上把它掰開來看啊 它就是我們炒菜會用的那一種玉米筍 然後玉米筍其實有專用的品種 這個算是我們超甜玉米的副產品 所以它的口感比一般玉米筍專用的品種更甜 好漂亮喔 你們掰一掰 試試看 好甜喔 很脆 對啊 有那個媽媽 就是說有玉米筍有多少都寄過去 超脆的 你吃葉子 葉子也有感冒糖漿的感覺 超級甜 好甜喔 就是我們之前有吃過的朋友 帶給我們吃的玉米 然後覺得很甜 很好吃 所以就想親自過來這邊看看 然後想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買一點或是自己摘回去 之前吃玉米 然後吃起來很鮮甜 口感很好 所以對我的印象很深刻 對它的印象很深刻 這個環境非常友善 它可以看得出農人心胸的寬大 它尊重了這附近 每一個土地的上面的小生命 就是在這個熊 熊花上面有看到蠻多蜜蜂 採花 就是在採它的花粉這樣 對 然後還有飄蟲 還有看到飄蟲 覺得很特別 之前沒有就是來過有機的農場 對 沒有在蔬菜上面看到 這麼多的小生命 王彥堂 趙麗雅 放棄與家人共處的溫暖 離鄉背井 選擇孤獨又親苦的務農道路 思念難免 也會有想放棄的時候 但在最脆弱時 只要有一點點的鼓勵 就會重燃希望 雖然在這邊的日子過得還蠻開心的 就是興趣跟工作是結合在一起的 可是想要離開的念頭 就會像幽魂一樣 有時候三不五時都會飄現出來 因為會想念家人 想念親近的朋友 不過就是家人跟朋友有鼓勵我說 要支持下去 不要那麼快放棄才剛開始 他們又不想要我回去了 我希望自己可以當一個專業的農夫 那我現在在往這個方向邁進 我需要更多的食物經驗 還有前輩的經驗 所以我要去請教人家 那我們也要去上課學習 這是我們的 作為一個農夫的責任 其實友善工作能夠持續 消費者的支持是最大的力量 他們的白板上寫著 我們應有夢想而偉大 趙麗雅和王彥堂 努力實踐友善土地的夢想 他們的動力來源 由老前輩的經驗相傳 由附近小農與相同理念的年輕人 互相協助 最後加上社會大眾 為了土地更好的消費支持 相信小農們能生存 友善土地的道路會變得更寬廣 台灣的永續農業才可以遍地開花 中文字幕提供